以下web的概况以及核心思想 web是一个前端的MV新框架 在2013年由于西个人的实验性的项目开始 那么在2014年2月份公开了代码 那么在2014年10月份发布了0.11的版本 那么截止了目前呢 web经过三次重大的迭代 第一次0.1 第二次1.0 第三次2.0 我相信呢 有一部分前端开发者 从0.11的版本开始使用web 那么我是在1.0的版本开始接触到web的 当时我们的公司的项目 已经全部使用web1.0来去做的 在2.0发布了以后 我们的公司项目 紧接着就做了一个重大的升级 直接升级到2.0了 那么截止到目前为止呢 web在gethub上的时代已经超过了5万加 由此可见呢 web在全世界已经具有了足够的影响力了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看一下web1.js呢 其实它本身并不是一个框架 和gequery的gs是一样的 大家都认为gequery是一个框架 其实gequery它也不是一个框架 它也只是说方便我们去操作 它提供了一些事件操作 提供了一些DOM API的操作 以及我们函数库的操作 那么web1.js呢 也是一样它本身并不是一个框架 但是呢web结合周边的生态 可以构成一个非常灵活的 建议式的框架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当我们去开发一个多一面的应用程序的时候 可能我们仅仅是需要用到web1.js 以及webResource或者说AXOS 这样一部请求插件 那么这已经能可能已经能满足我们大部分的需求了 但是一旦我们去做大型的SP 我们可能就需要去做一些路由插件呢 比如说以及我们的webS的状态管理 以及我们最终的打包构件呢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一张图 这张图呢 就是一个构建议式的框架的一个图 比如说它包括了生命室的渲染 包括组件系统 包括客户的路由 以及大规模的状态管理 以及构建工具 为什么是这么张图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张图实际上它是一块一块一块的 也就是说什么是生命室渲染的 当我们在一个页面里面通过去 利用一个web的实例 那么在data里面去生命一个变量 我们在模板里面去使用这个变量 通过双大括号来使用这个变量 那么它就构成了一个生命室的渲染 那么组件系统 当我们去需要使用到组件系统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去定一个competent的组件 当我们需要使用到客户的路由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去引入web 插件进去 如果说我们的企业足够的大 我们需要状态管理 什么是状态管理呢 那么在后面的webx的章节 我会跟大家去做一个进一步的详细介绍 什么是webx 所谓的状态管理 大规模的状态管理 也就是说 比如说我们投资的用户信息 我们多个组件之间 它是不能直接通信的 但是我们的页面跟页面之间 它是需要公用我们的用户的状态的 我们这个时候呢 webx就起了一个作用 就是说把某些用户信息给它抽离出来 变成一个公共的部分 让所有的组件都开去掉 那么它就是webx的一个核心理念 那么构建工具呢 这个目前来说 可以说我们做前章都少不了了 不管我们是用不用webx 我们都会用到构建工具 无非就是我们传统的开发 我们可能用grunt进行打包合并 JS的版本号计划压缩 那么那当然也有人用GARP来进行 更基于流式的操作的构建工具 那么webx呢 现在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因为webx里面的代码 不仅仅是我们ES5的写法 现在很多已经出来了我们ES6 ES7的一些语法 所以说呢webx 我们现在webx里面一般用webx进行构建 它可以对我们的ES6 ES7的语法进行解码 把它转换成ES5 以及我们的.webx文件 我们需要去用一些weblogger的插件去加载 以及我们的一些SaaS Lens的编译等等 很多的一系列的构建 从而打包成一个我们生产的一个版本 那么这就是一个渐进式的框架 大家可以看到 你需要用什么 你就加入什么 就由潜入生的 一步一步的这么形成一个渐进式的框架 所以说呢 这两句话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如果你单纯的去看webx 它并不是一个框架 但是你结合webx的生态 它其实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框架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web的核心思想 那么每个框架呢 都有它的核心思想 大家在使用安格拉的时候 可能首先去想到的安格拉 它是一个MVC 当然也可以说是一个MVC 因为它有自己的控制器 但是更重要一点是安格拉 它有它的双向数据绑定的功能 我想这一点 大家可能都会印象很深刻 那么大家一提到react 优先想到的是什么 react它有独创的gsx语法 其实呢 react呢 它形成了它的主电话的功能 那么我们web呢 也有自己的核心思想 第一个就是数据驱动 第二个就是主电话 那什么是数据驱动呢 我们在做传统结块锐的开发的过程中 我们会发现我们给一个DOM 在GS里面去绑定一个DOM的一个CLICK事件 我们在DOM里面 可能需要对一块DOM进行操作 我们就需要获取这个DOM的 结点 通过Tags的方法 或者说Add Class方法 来修改这个DOM 也就是说我们GS和DOM是偶合的 关系是非常密切的 我们需要在GS里面去 大量的去操作我们的DOM 但是从长远的角度来看 这其实是非常好性能的 那我们web呢 数据驱动呢 大家在做web的多页面 或者说单页面的开发的过程中 都会发现 我们在GS里面 其实是仅仅是去调接口 查询数据 查完数据之后 把这些数据保存到我们的data里面 我们就更多的是关注 我们怎么去把这个数据 存储到data里面 就完事了 那么至于这个data里面的变量 怎么去跟DOM进行交互呢 这是另外一回事 实际上也就是说 我们只需要关注我们数据层面 我们不需要考虑 怎么去改变这个DOM节点 怎么去替换它的文本 怎么去循环 怎么去添加Class等等 我们不需要关注 我们只需要关注我们的数据层面 我们把我们的数据拼装了好以后 我们整个页面就构建出来 当然了 模板里面它有 无有的模板的语法 这个我们在后面也会提到 那么第二块就是主件化 为什么现在很多框架 都在去讲主件化 因为其实主件化这个思想的 跟主件化解释也是不猫而合的 那么为什么我们之前 这块也做得好好的 为什么会出现主件解释 就是因为我们的业务量的猛增 我们业务量的太大了以后 我们一个解释里面 要实现太多的业务 导致我们团队之间去看 读这个文件 其实读得很费劲 我们想做一个购物车的功能 想做一个登录的功能 为什么不按照业务模块去划分 不按照解释文件去划分呢 这样的使我们团体之间协作 效率更高 比如说我们去定一个某一个同学 去定一个购物车的模块 另外一个同学去定一个登录的模块 那么我们做页面开发的时候 我们只需要把他们的东西 拿过来进行调用就OK了 也就是实现跟我们现在前后端分离 这种思路也是一致的 那主件化呢 也就是说我们做页面的过程中 肯定会有很多页面 有一部分东西是共用的 我们需要把这些公共的部分 给抽离出来 形成一个组件 那么在这个组件 可以嵌到在任何一个地方 那么这就是组件化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WILL呢 MVM的数据绑定的 自动同步的一个功能 那么WILL呢 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数据层 试读层 也就是我们的HCMDOM 那么WILL MODEL呢 也就是我们WILL实力化对象 也就是我们通过去 利用一个WILL的实力 那么这个实力 就是WILL MODEL 我们右边的MODEL呢 它是什么呢 它就是原生的接受对象 也就是我们的模型层 当我们的用户发生了一个行为 去修改了某一个DOM的元素之后 那么这个修改的行为 会被WILL MODEL进行监听 那WILL MODEL监听到了以后 会去修改我们的模型层的数据 最终呢 通过WILL MODEL的拼装 来去改变 我们的试图 这就构成了一个自动同步的功能 我们经常会发现 我们在文框里面去输入一个值 输完值了以后 我们下面某一个spin节点的值 也会相应的去发生变化 它就是一个自动的双向同步的一个功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看一下 WILL的主件化 那么WILL的主件化呢 也就是我刚刚提到的 任何一张网页都可以把它拆成 很小的一个颗粒 那么比如说我们这个页面 我们的图形 我们上面是一个导航 导航主件 左边它分的是上左右结构 上面是一个导航 左边是一个内容区块 内容区块里面分item像 那么右边是一个slidebar slidebar又可以拆成三个小主件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就看到一个网页之后 首先我们想到这个网页能不能拆 能不能拆成更小的一个一块 那么这一块能不能在某一地方去共用 这就是WILL的一个 一个主件化的一个页面 接下来呢 我们看一下WILL的主件数 WILL的主件数呢 也就是说我们去通过WILL可难的 去构建一个spa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我们man.js是我们的入口 入口之后 它会去加载我们的app的WILL这个文件 那么app的WILL呢 它就是一个root 一个主件的根 那么我们这个主件的根 可以去加载 比如说我们的导航啊 我们的轮波呀 我们的footer呀 那么分成三个小主件 那么这三个小主件里面 还可以再基于细分 成更小的主件 比如说我们的主件可以嵌到主件 大主件嵌到小主件 小主件还可以嵌到更小的主件 从而形成了一个主件数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WILL的是如何实现 我们的双向数据绑定的功能的 也就是通过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函数 Object to define property 那么这个函数呢 在实现双向数据绑定的功能呢 起到了一个至关的一个作用 那我们看一下下面这个图片 上面是一个input的 下面是一个span 我们想模拟一下 在input的框里面去输入一个文本 那么下面如何去适时的发生变化 那我们的接的代码里面 就是通过object define property 来去给一个object的定 加一个hello的一个对象 通过下面的kup实现去监听 来改变这个对象 接下来呢 我们通过实例来进行演示一下 我当前使用的是webstorm 这种一个ID变形器 那我们去创建一个demo文件 比如说我们创建一个demo2的一个文件 那我们把这个变形器放大一点 我们创建完demo2以后 我们声明一个input的文本框 比如说我们的ID叫username 那么下面呢 我们去定一个span 我们做一个换行吧 定一个span 我们叫uname 接下来呢 我们通过script 来去写到gs代码 怎么写呢 首先呢 我们去声明一个object的对象 大括号 接着呢 我们通过object define puppet 这个函数 来去创建一个定一个新的属性 比如说 它有三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呢 就是object 我们给谁去添加属性呢 这个object的definepuppet 是添加属性的 给一个对象 去扩展一个新的属性 比如说我们给object 扩展一个属性的名字 我们可以看到 属标移上去之后 会出现三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就是 我们需要扩展的对象 第二个就是 我们需要添加的属性 比如说我们添加的属性 叫username 那么它的属性 第三个参数就是 它属性的描述 比如说我们先给它 一个默认的词 比如说叫value 它的词叫 jack 那接下来呢 我们运行下这个demo 我们来看一下 当然我们这个地方 需要在空中台进行查看 因为我们object是 全局的对象 所以说我们这个地方 需要全局来去查看 比如说我们数一下object object object 我们会发现 我们的unname已经上去了 大家可能会想 那这多费劲了 那我想定习属性 我直接object里面去加一个 比如我们加一个password pwd 123456 不就好了吗 我来刷新一下页面看一下 object 我们的password也上去了 何必要通过define property 来去添加属性呢 当然我们只是说 object define property 它有扩展属性的一个能力 但这并不是我们本节课的一个核心的重点 我们想通过object define 来模拟我们的双向数据绑定的功能 那接下来呢 我们继续演示 我们通过先获取document.get element byid 我们先获取我们的user name 对象 然后我们给这个user name 添加一个事件 比如说我们的kup事件 先听一个方法 比如说我们传的event 那么参数呢 其实是我们的鼠标事件对象 event 呢 叫target target呢 就是我们鼠标事件当前的一个对象 对象 value 就是获取我们的词 那么这个词获取到了以后 比如说我们想把它填到我们的spin里面去 你先获取一下spin的对象 那么给这个spin去加一个文本 怎么去加呢 有两种方式 inna tags 或者说inna hmar 这两个目前来说都可以 hmar tags是有差异的 大家应该了解吧 接下来我们运行一下 我们在文明框里面输一个check 我们发现我们下面的同步已经发生了变化 那当然说没有什么意义呢 这跟object define property也没有什么关系啊 对不对 这完全是通过gequery时间 时间写的更简单呢 对确实是 如果说仅仅是这样来实现这个功能的话 那么define property确实没啥意义了 对吧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想给大家介绍一下 define property里面有两个 函数 一个叫set 当然set是一个函数 一个叫get 大家能想起了什么吗 是不是觉得 这不就是我们传说中的加瓦里面的get setter 自动注入设置和获取的一个属性吗 这个实际上是define property里面非常底层提供的一个API 那么我们setter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在这里面打一个日词 log set unit 在get里面我们打一个日词 get unit 接下来我们刷一下页面 我们看一下 你在文房输一个jack 输完之后我们打印一下object object的我们里面有一个pwd 但我发现我们里面同时有个username和get set方法 当我们把这个username给它重新负一个值 比如说负值叫hello 我们会发现我们的setinit触发了 为什么呢 我们给username负值 为什么会触发setinit呢 这就是我们本节课的 我有实现双向数据绑键的关键 也就是说 虽然说我们通过imput去监听我们的数据的变化 但是我们需要去添加kup事件来去监听 要不然的话 我们就不知道我们用户发生了改变 但是我们set就不一样了 我们把一个username进行改变之后 我们自动会触发setinit 这个又谁来去监听呢 我们并没有写任何的监听代码 对不对 同样的我们去通过获取啊username 我们会发现我们的getinit自动触发了 因此呢 这个地方我相信大家应该已经明白了 当我们输入完了以后 我们直接把我们object点username 等于我们输入的词 一旦做了一个复制了以后 是不是就会触发我们的set方法 那我们set方法触发了以后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干很多事情 比如说 我们再来刷新看一下 hello Jack 会不会觉得很神奇 虽然说这个双向水绑定的功能呢 我们几块也能实现 我会就是一个keyup事件吗 但是我今天重要给大家说的是这么一个属性 它的get和set并不是我们人工去触发的 而是自动的 一旦我们在空间里面把这个值改变了以后 它会自动的去调setinit 我们会发现我们的123已经实时的发生变化 然后如果说想让我们的文章也发生变化 我们无非就是再加一下 把这个user name也给它改掉 对不对 这个叫value 我们把object点 user name 给它改掉 改成个check 是不是里面的值都发生了变化了 所以说呢 这是我们的will实现双向水绑定功能的 非常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 好 本节课呢 主要给大家讲解 为了概况 以及它的核心思想 以及它初步的一个小的原理 至于 Object Defined Property的 更详细的一个使用和介绍 大家可以试下去查一下文档 看怎么去使用 给大家提供一个失落 基于这种失落的话 我相信大家可以去脑洞大开 去想到更多 更好玩的一些东西出来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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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